随着保护动物的意识抬头 民众是越来越能够接受以任养代替购买 因此新北市动保处积极和各里合作 希望透过设置任养小站的方式 方便想要养宠物的民众 可以就近找到喜爱的动物 现在民众想要饲养宠物 其实可以就近询问自己居住的地方 是否有设置任养小站 以五谷城德里新设置的小站来说 就提供猫咪的任养 民众如果要认养的话 我们可以就近到我们这个任养小站 会有里长来协助民众的一些了解他的状况 然后会介绍猫的特性 我们今天这一座是猫咪的任养小站 我们都是会挑选一些健康 然后非常亲人的猫咪 来供这边的里民来认养 其实除了各邻里之外 动保处也非常欢迎有意愿的团体 可以一同投入设置任养小站的行列 动保处会协助寻觅合适的场所 那如果说要成立爱心任养小站 只要跟我们动保处来联系 我们都会来协助来设立 那我们欢迎更多的村里 更多的民间团体一起来投入 那原则上其实最主要是要有爱 有爱就可以设置 那我们会来协助这个 要设立任养小站 我们会来布点 会协助他来去寻觅一个好的一个场所 动保处除了广设小站 让毛宝贝都能找到温暖的家 也积极打造宠物友善环境 让毛宝贝从出生、成长、照护到医疗 都能获得完善的照顾 记者沈仲林瑾瑜五股采访报导